《生命纪》 最漫长的一天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生命纪》十五章 七至十一节 当你到达上主你的上帝 刺给你的土地上时 你成中如果有贫穷的以色列人 你不可硬着心肠 论色地对待他们 反而要按着他们的需要 慷慨借贷给他们 不可心胸狭窄 不可因为临近豁免年 就拒绝借贷 如果你不肯借贷给人 那有需要的人向上主呼求 你就有罪了 你对窮人要慷慨施语 不要为难 因为上主你的上帝 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有两次福给你 那地总会有穷人 因此我吩咐你 要慷慨地跟穷人和其他 有需要的以色列人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豁免与施语 我没有亿万家财 有什么可以施语人呢? 豁免年 即是安息年 在这一年 所有欠债都可以豁免 是一种无常的施语 这一个律法 原本是平衡社会经济的制度 目的是减少贫富悬殊的现象 但是这个制度 被人的私欲所踐踏 就以当时的社会而论 磨世制度 国内有不少穷人 所以祝福民众 要不为余力地帮助弟兄 如果忽略了这个当父的责任 就是罪 总要甘心乐意 向你所遇到的困苦贫乏的弟兄 施以援助 上帝一定会在你所做的事上赐福给你 在今天的社会 金钱未必是帮助贫乏者的唯一途径 我们可以安排时间 以闯开的心怀 参与电话热线服务 借出耳朵给困苦者 或者为有需要的群体做送餐 托宜、接送、探访等服侍 只要运用上帝次给我们敏锐的观察力 就一定可以找到服侍的机会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有什么可以施予给有需要的人呢?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